唐杰举起三根手指 三个考验 三个投名 这就意味着三个备选 长风真人就可以从三个备选中 选出自己喜欢的人 既展示了公平 给了每个人机会 还把主动权 抓在了自己的手里 魏天冲脱口叫道 这不是又做婊子 又立牌坊吗 唐杰狠狠瞪了他一眼 不过下一刻还是笑道 本来就是 优秀的大人物 未必一定是婊子 但却一定要回立牌坊 听到这话 魏天冲哈哈一笑 那你完了 长风真人肯定不会选我的 我看你就算帮我拿了投名也没用 没错 正常情况下 的确是如此 唐杰倒是没生气 反而承认了魏天冲的话 以这小子的表现 燕长风 要能在三个备选中看上他 那才叫怪事了 所以 以唐杰脱长 语调道 这熟悉的语调 让魏天冲 莫名的菊花一锦 隐隐感到 要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他颤抖着 看着唐杰 所以什么 所以要想确保 你成为燕长风的弟子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三个投名全都拿下 让他没得选 扑通 魏天冲和世梦一起摔倒下去 记忆已定 不管魏天冲愿不愿意 或者想或不想 事情就这样向着成为真传的方向 快速冲刺起来 当天晚上 唐杰就为魏天冲和世梦二人 分配了任务 魏天冲开始撒钱 四处联系收买 关于林元明家的消息情报 世梦则去天一阁 又学了一个追踪术 和一个辨识术 此次任务 考验的就是大家的追查能力 追踪类法术 势必是重中之重 而辨识术 主要是用来辨识目标真伪 用来判断目标 是否经过术法易容 对于寻踪追跡并无效果 根据学院给出的资料 琳琅很可能拥有 某种改头换面的术法 因此辨识术极有必要 接下来的日子 唐杰继续泡在墨湘区 搜寻资料 包括一些往来信件 与事件记录 每天研究 常常是到了晚间才出来 此时 喜悦学院 有志真传的学子 大部分已经开始行动 纷纷离院 前往衍州 就连逍遥社的众人 也已经结成队伍 各自出发 同期的优秀学子中 唯一没有对真传表现出兴趣的 大概就是安如梦了 身为千情宗的学子 他是不需要考虑 真传这个问题的 从被送到这里起 就已经注定了 他的真传身份 唯有唐杰 始终是窥然不动 魏天冲成为真传的胃口 都被他吊起来了 看唐杰反而没动静 有些着急 就去问了几次 唐杰 却始终不嫌不淡的说道 急什么呀 谋定而后动这种事 人人都懂 怎么一到真正要谋的时候 就又沉不住气了呢 我 我这 怕去晚了 林郎被人抓走了呀 魏天冲无奈道 哼 那不正合你的意了 唐杰笑嘻嘻地回答 魏天冲被他说得无语 不是 嗨 我是不想去争 是你逼我争的 你现在又不激不火的样子 你算什么呀 唐杰拍了拍魏天冲 你呀 放心吧 我既然要让你成为真船 就无论如何不会轻易放弃 琳琅 没那么容易抓的 开头跑得太快的人 更未必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 趁着这段时间有空 你先好好地就修炼吧 啊 尽快提升你的阉罗布 与勾携阴兵 放心吧 我最近一直在练 熟得很 那就好 转眼间 又是数日过去 眼看喜悦学院能走的学子 几乎都走了 唐杰终于给魏天冲送来了消息 准备出发 听到这消息 魏天冲与士梦 联盟收拾行装 三人一起 唐杰却是先向着 选榜台而去 你去那儿做什么呀 魏天冲不解 接个任务 唐杰回到 既然一样是出行 顺便就接一些 别的贡献任务做一做 我这不还欠着 学院的贡献呢吗 两个人听着 又是一阵眩晕 你呀竟然还有心情 接别的任务 啊 事实就是 唐杰真就这么到了悬榜台找任务去了 反正都是走一趟 做一个任务和做两个任务也没多大区别 在悬赏榜单上找了一圈 唐杰最终接下了一个清剿万新庄湖灾的任务 万新庄是位于苍州平台县的一处村子 最近正闹湖灾 据说是一只妖狐在附近作怪 喜悦派 喜悦派受天下供奉 自然也要为天下除害 整治河道 调节风雨 清理祸患 更是喜悦派常年会接到的任务 这万新庄胡哉 便是由喜悦派平台分堂负责的 照理由当地直接处理就行了 不过狐妖实力低微却生性狡诈 平台分堂没那么多精力跟他玩 再加上各地每年也会主动送出一些任务 给学院历练 就把此事交给了学院 喜悦派或喜悦学院接到的任务 一般分三种 一种是当地处理不了的 只能请派中高手出面 一种则是能处理 但人手不够 也会申请 第三种就是这样了 是主动给学院学子历练机会的 该任务时间期限为三个月 如果三个月内无学子完成此任务 再由平台分堂自行处理 此时已过了一个半月 唐杰将他接下 自有学子为其写上证明 任务如果完成 可获得两点贡献 若是失败 则倒扣一点贡献 唐杰是债多了不愁 也无所谓这扣不扣的事 直接是接了就走 倒是卫天冲看得奇怪 追着唐杰问 呃 这万新庄在苍州啊 你接苍州的任务做什么 这跟远州不顺道啊 唐杰一边走一边反问 我们去远州做什么 这话 问得卫天冲和士梦一起头皮发麻 卫天冲几乎要抓狂了 不是 这是林朗在远州啊 不去远州 去哪儿抓他 唐杰这才恍然大悟道 哦 我们不去远州 那我们去哪儿啊 唐杰回道 刘云书院呢 要想抓到林郎 就得先调查他的过去 无独有偶 唐杰与当初的顾长青 采取了完全一致的做法 比顾长青幸运的是 至少在刘云书院 林郎留下的信息 注定要比当初的唐杰多得多 离开了喜悦学院后 卫天冲 士梦三人 便一路匆匆赶往仓州 以他们的速度 自然比以往不知快了多少 只用了几天时间 便赶到了仓州 这仓州 位于文心以南 地处温润 灵气充沛 士在文心 也算是一片地灵人节之地 共有大大小小的修仙门派 二十余个 刘云书院 位于仓州上泉城 隶属刘云派 刘云派在当地 也算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大派 掌门是天心境真人 林虚度 为刘云派第四代掌门人 唐杰等人到了仓州后 又赶了一天路 于当晚日落前 进入了上泉城 在城里找了一家客栈 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 唐杰将卫天冲等人叫起来 收拾一下 要准备去见人了 呃 去刘云书院吗 使梦 唯唯天冲打水 不 先去上泉城分堂 我们出来乍到 人生地不熟的 先去拜会过当地分堂再说 这里的分堂主 和刘云派比较熟悉 这关系处得还算不错 由他们出面说事 会省事很多的 哦 明白了 喜悦派上泉分堂 就在上泉城东城区 最繁华的地段 唐杰三人远远走来 只见一片飞檐拱壁 雕梁画洞的大院落 极尽人间奢华 就连魏天冲都不得不叹息 这仙家门派的气魄非凡 这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分堂 真不知道 那喜悦派的总堂 又是何等光景 到了分堂门口 只见两名护院 正在门口守卫 这两名护院都是凡人 但是看其太阳穴隆起 显然也都是凡人中的高手 如今 却只能为这小小分堂 看大门了 即便如此 看他们的样子 也是得意非凡 显然是以此为荣的 仙家门前的一条狗 那也比凡人荣耀啊 看到这一幕 唐杰心中不由唏嘘 身在学院时 或许还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离了学院 一入凡间 立刻感受不同 不说别的 只是身上那一件 表明身份的月白雪子山 就足以让所有人望而侧目 一路行来 就算是达官贵族的马车 也会纷纷必到相让 人们常以为 仙门弟子必然骄横跋扈 其实 哪里需要弟子们骄横啊 有眼色的都知道该怎么做 当然了 真有那不失去的 学子们说不得 还真会教训一番 所谓骄横气息 其实 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中 渐渐生成的 无论是学子 仙人 还是凡人 其实 都已经习惯了这种 等阶森严的制度 此刻 那守门的两人 看到唐杰等人走来 不肖说话 亦是同时公礼 敢问三位 可是喜悦学子 魏天冲哼了一声 正要说话 唐杰已是止住了他 摇了摇头 然后对那二人道 喜悦学子 二年期唐杰 魏天冲 示梦 有事求见 长心宽长堂主 还请通报一声 好 请三位稍等 一名看门人 已是急急进入 片刻之后 一名白面中年男子出来 检验过三人的学子令 确认无误后道 长堂主 已在屋里等候 请三位跟我来 随着中年男子进入 走过深宅大院 穿过九曲回廊 三个人 很快来到了一片 幽深的小院中 那小院子里 有个堂架 架下摆了一张石桌 旁边还放着竹制的躺椅 躺椅上 此刻正躺着一个人 看起来 约么四十多岁的年纪 身材肥胖 手里还拿着一个紫砂茶壶 正躺在椅子上摇啊摇的 那白面书生男子 带着三人来到进前 对着那胖子一躬身 东家 三位学子到了 胖子闭着眼 挥了挥手 让那书生退下 这才缓缓起来 看向三人 他虽然体型肥胖 但此刻一睁眼 目中金光闪烁 却自带一股逼人的气势 你们三个 就是要见我的喜悦学子吗 这长堂主 已是低沉着嗓音说道 其音如金铁 一字字 竟如敲在三人的心底 堂杰打了个眼色 三人已是同时上前一步 抱拳的 学子堂杰 魏天冲 世梦 见过长上师 哦 还算 是直理的 那长堂主 不紧不慢地 喝了口茶 挥挥手道 走吧 有什么话 慢慢说 自有美币上前 为三人端来椅子 以身份论 长新宽 身为上权堂主 地位 还是要比 堂杰等人高许多的 不过 喜悦学子 潜力无限 谁也不知道 将来会有什么成就 因此 这长堂主 也会保持几分客气 此刻 三人坐下 那长堂主道 三位学子 不好好在学院修炼 跑到我这上权分堂来 可是有何功干吗 啊 是这样的 堂杰将燕长风 收徒之事 大致说了一下 然后道 要抓林郎 就必须对他有所了解 常新宽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 所以 你们就到这里来 相进流云书院 查探一番 正是 可是 关于林郎的资料 不是已经送给你们了 还是不够啊 唐杰回道 这资料只记录了关于林郎的事 但是与林郎交好的人呢 他和什么人关系密切 这些人都是什么身份 却通通没有 就是关于林郎 也只是名面上的资料 一些更加具体的内容 也不具备 所以 所以还要请唐主帮忙 让我们进入流云学院 查阅那里的学子资料 常新宽先是饿了饿 随后大笑起来 他笑得很大声 声若红中 震得所有人一震而鸣 魏天冲想去无耳朵 却见唐杰不为所动 只能强忍下来 等笑过之后 常新宽才到 你是在开玩笑吗 查阅流云学院 学子资料 林虚度不会同意的 所以才要请唐主出面呢 有唐主出面 相信林郎人会给这面子的 放肆 常新宽一拍唐蚁 猛的咆哮起来 倒是吓了魏天冲几人一跳 常新宽一指三人 就凭你们几个小东西 也想拆本唐主做事 想让老子为你们出面说相 敞开资料任儿等查询 痴人说梦 唐杰倒是不为所动 这么说 常唐主是不愿意帮忙咯 常新宽也不客气 废话 要我出面也行 拿公寒来 没有公寒 此事休题 小院之中 唐杰端坐 眼睛一眨不眨的 看着常新宽 常唐主要公寒 我是没有的 没有 你在这说什么 但是喜悦学子 接受追杀林郎的任务 却是人人知道 那要与我何干 看起来的确没什么关系 唐杰笑了笑 不过林郎逃走一事 却未必无关了 你说什么 唐杰心宽心中一震 眼中 一现杀气 中文字幕国家 中文字幕国家